说点我考驾照的事情吧 其实我科莫尔还没考 真的还没考 科莫尔呢 是说要在那个 交管那个APP上约考 知道吧 你们考过吗 你们到底有没有考过驾照啦 我是C1还是C2 当然是C2啦 我在那个科莫尔约考的时候 在APP约考的时候 还必须对科莫尔做出评价 就是说你如果不对 科莫尔的考试做出评价 那就没有办法 进行科莫尔的预约 我就觉得很扯 不过也没关系 C2简单多了 真的吗 早知道我说我C1了 我这人就太老实 其实我觉得我科莫尔还可以 而且我们C2比你们C1贵呢 现在大家都玩自动挡吧 谁玩那个自动挡 我本来觉得我这个人啊 就是有点大大咧咧的 比较粗心 以前我觉得自己 是不是不适合开车 然后我以前也很忙嘛 就没时间去学 我学了开车之后 我觉得我还是有灵性的 教练都夸我呢 他说凭你这个聪明才智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教练对我的忠告 就是对我的劝告也不多 就两条 第一条是说 我开车开太快了 他说不要太快了 你那么快干嘛 你是不是急性子 我说我不是啊 我有拖颜癌 我真不是急性子 然后他就说 我车速过快 容易压线 我说你这个可能是 对我有什么误会 我是个很正经的人 但是不是练倒库吗 那种停车入库 比如说那个教练 坐在那个副驾驶的时候 我练倒库 然后我就车速比较快 我那个刹车踩的没太死 教练就说 哎呀你太快了 这样是会刮掉的 然后我说 那你帮我看看 我压线了没 然后他下去一看 看了之后又气急败坏的说 没有 虽然没有压线 但是你这样是不行的 我感觉太快了 你这样肯定不行 很容易挂的 我说你说的对 我要慢一点 他还有对我一个忠告 是叫我买个垫子 你们笑啥 你们笑啥 笑什么 说出来让我开心开心 刚开始 我第一次去科莫尔练车的时候 然后刚学车的时候 不是要先把位置调好吗 他就说 你把座位调整到最前面 最最前面 我说调了呀 他说真的吗 确定是最前面吗 我说是呀 我都调不动了 我说你以为我不是最前面 是因为我太瘦了 所以前面空很多 他说好吧 然后他又教我调整反光镜 调整各种各样的位置 他说你能不能看到前面的车盖呀 车前盖 我说能啊 他说你说实话 我说真的能啊 白色的对吧 然后还有在侧方停车的时候 就是停那个路边的停车位那种 我头需要伸出去看车轮是不是进去了 我就看得挺费力的 然后我当时就批评教练 我说你们这个车不行啊 那个座位为什么不能弄高一点 他说你买个垫子吧 考试的时候也这车 开车门看 你这死得不够快 不我就是侧方停车的时候 你看后轮 看后轮是看那个反光镜 但是你看前轮有没有进去的时候 他叫我把头伸出去看前轮 前轮进去了之后就踩刹车 反正就是这样 而且我其实还是蛮稳的 就是有点快 不用看前轮吗 但是他说前轮是看了最准的 只要前轮进去了就百分之百 没问题 头出去了踩不踩得到刹车 哎呦 这位夏尔的同学 真是 不要以己夺人啊 有次我练车的时候啊 就在场地里开来开去嘛 教练很信任我 平时从一个练车点到另外一个练车点 中间不是有些距离吗 都是由我自己开车过去的 我就一踩油门 就过去了 然后开着开着 教练说 小心 小心左边 我说咋了咋了 我就小踩了一下刹车 他说左边车来了 我说 这不是离得挺远的吗 他说你看清楚 人家是病历啊 我一看 我真的是病历 我说啥车呀 这个驾向收了多少钱 还能开病历啊 我说我能升仓吗 我多交两千块钱 我能开那车吗 我说你们这个场地 不是不许外来人员进入吗 这个车 这是教练自己的车吗 哎呦 我羡慕了 收入真高 然后教练听我这话 就很大声的冷笑了 哈哈 他说这是基地老板的车 我们哪里买得起 我们连轮子都买不起 然后我说 啊真的吗 我说这个老板是驾向老板吗 驾向老板这么挣钱的呀 开病历啊 他不是 他不是驾向老板 是这个基地的老板 我说这有啥区别啊 他说 这区别大了 小姑娘 所有的驾向 都要在基地里练车 要给基地交钱 驾向都要给这些练车的场地考试 考试场地交钱 才能在这里练车 我说收多少啊 他说你看那个 便利 你看人家收多少 我说猜不出来 他说每年 每辆车一万八 说哇 牛逼 我说我们人头费是多少 他说你们啊 每一个学生 只要在这里上课 就要交两千三 我说哇 这便利还是有点朴素了 还是挺低调的 这个生意做的 比摆摊强 下校中间赚差价了 没也没穿什么 我还得给那个教练钱 教练一个小时还得收费 然后我说这个生意 也太爽了 他说是啊 人家有关系 你就别想了 我说我没有 我就想把科莫而过了 不是 我跟你说 驾校是不是一次性收费啊 我跟你说是啊 但是呢 你一次性收费 它是有时间限制的 就是说你如果 学了三十个小时 或者五十个小时都不够 那你就要额外交钱 就不能说 一个教练陪着你这个 烂泥是吧 一直往墙上 对 就是说你如果超时了 得付超时费用 知道吧 有人说你练个车 怎么聊这么久的天 没有 都是我的心里话 我跟你说 我这种人啊 就是一种内向的人 我是一个设孔的人 内向的人 而且我是一个 嗓子不好的人 我一般不说话 但是我心里有很多弹幕 就表面我一下 我心中有很多弹幕飞过去 内心系很多 而且这个下校收费 我交了六千多 不算 反正这个六千多 也就开开斯科达 森塔纳 然后他说 如果说你要参加考试的话 最好参加模拟考 然后模拟考呢 就要交四百一十块钱 一个人 这四百一十块钱还好吧 但是呢 又有个奇怪的事情 就是说 虽然收你四百一 但是你每次充值 必须充五百 也就是说 如果当天 只有你一个人考试的话 你那九十就亏出去了 除非你跟后面还有人 就大家可以那个 而且这个钱 还必须交现金 四百一十十五 如果十十五 五百 这个好像就是这样 好像Steam充值 也每次必须充三十吧 那有时候你只消费六块 我知道Steam 可以直接刷卡 买游戏是可以直接刷卡 但是偶尔有充值的那个 把 我记得我当初还在玩那个 夺塔自走棋的时候 要买一个他那个什么盆 六块钱 但是我不能只付六块钱 我就充了三十 现在号里还要二十四 再买四次 不行 这游戏 哎 estate 我记得外 我随便 使用